Beki Beki中文翻译为应该 指的是说话者表达了他的主张 他强烈的意见 这个句型要小心的是 我们曾经学过Haz 恩斯的时候学过Haz 也是应该 可是表示推测 各位可以这么来记 Haz表示推测 应该会 但是Beki 表示强烈的意见 表示主张 句子里面如果要翻译 应该是应该要 我觉得你应该要做什么事 这个时候就会用Beki 第一个例句 規则应该要遵守 第二个例句 借的钱应该要还 第三个例句 Kare ni 有べきことは全部 该跟他说的话 全都说了 各位就注意到 这边的应该是 应该要 而不是应该会 所以再次强调 Beki 表示主张 表示强烈意见 Haz表示推测 是应该会 应该会 作强烈意见 这是三次